副导演给了亚历克·鲍德温一把满弹的枪 但他说这是一把冷枪 意味着他不会开火 但根据10月22日记录的法庭文件 就在片刻之后 演员扣动了斑机杀死了女导演 此外 根据向圣达非法医院提交的通缉令 导演助理并不知道枪支道具装有实弹 调查人员已经封锁了拍摄修病的现场进行调查 10月22日上午鲍德温将这件事故 描示为灾难性事故 警方尚未公布发射多少弹以及什么类型的枪 同时鲍德温在推特上写道 关于夺走了哈琳娜·哈钦斯的生命 我感到震惊和痛苦 无法用言语表达 他是一个我们非常钦佩的妻子 母亲和同事 我正在积极配合警方的调查 目前尚未正式提起任何指控 鲍德温仍被允许行走 关于1982年神秘死案纽约时报 10月22日报道 不仅谋杀了自己最好的朋友 百万富翁洛伯特·德斯特 还被指控谋杀了自己的妻子 纽约州警方调查员 约瑟夫·贝瑟拉指控 78岁的德斯特犯有二级谋杀罪 跟他的妻子凯西·德斯特 于1982年在纽约失踪的事件有关 因此指控是基于纽约州警方档案 洛杉矶律师以及许多证人的证词 10月14日 百万富翁德斯特因20多年前 杀死他最好的朋友 舒山伯曼而被判处终身监禁 他不小心在电视上承认了这一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